欢迎又来到了我的这个ELS的频道 我们今天再来继续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特斯拉的车的一些情况 上次的这个也多谢网友们的关注 这个给了我很多的一些意见和关注 那非常感谢再次 那今天呢 这个OSIA我又继续我的第二个的这个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 这次已经是开了大概20天 20天后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讨论 希望能够得到网友们的更多的一些支持和反馈 那我现在就一边开车了 然后一边跟大家谈谈这个心得 开到这个从我家里面开车到办公室 大概需要20分钟的一个时间 那大家可以看这个后面后窗上的这个 也都可以看到天上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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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啊 所以特别好 再次的非常的喜欢这个车的全景的天窗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这个十天的一个进一步的感受 我大概是每三天三天或者四天才充一次电啊 因为我现在因为脚受伤的原因呢 基本上是没有去太远的地方啊 平时一个礼拜还去三次滑雪 现在连滑雪没去 所以只是从这个家开往学校 就是从家到办公室办公室回家 就仅仅这样而已啊 所以说每三天四天才充一次电啊 其实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省啊 比我之前开我的那个Lexus的RX350啊 真的是要省很多啊 之前我每一个礼拜大概就要加一次油 每加一次油大概70多块钱加币 非常的贵 那现在的话呢 这感觉就好很多了啊 同时也非常的环保啊 那很多东西都是在学习当中啊 大家可能有看过这个Tesla的这样的一些Model Y的视频 应该都可以有一些心得啊 这这辆车啊就像一个大电脑一样的啊 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集中在这个屏幕啊 这个15寸的iPad的这样的一个电脑屏幕上的 非常的智能化啊 那我现在也逐渐的了解了啊 比方说调整两边的这个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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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 这个倒后镜啊 这个要怎么调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之前有讲过的autopilot 你可以把两个手都放开 然后这辆车就可以自动的开驾驶 这个是怎么个操作法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右边的这个前进到后的那个garn sound 往下按两次 然后你的双手就可以离开这个我们的这个方向盘 车就可以自动的往前开了 目前来说 特斯拉在这个autopilot自动驾驶方面 应该是全球来说在汽车行业应该是一个领先的地位 那我本人还没有试过 那一天无意中触碰了一下 感觉怎么回事 我没有踩在油门上啊 为什么车还往前走呢 后来才意识到是触动了这个autopilot的这样的一个开关 我也不方便拍摄 因为在开车 下一次呢 会有我的这个朋友啊 我一边开车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演示一下这个autopilot的一个 一个一个情况啊 到底是怎么个样子的 那这一点呢 绝对是要给特斯拉点个赞啊 那这一个方面的这个先进的技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 我是非常的喜欢 然后呢 就是啊 这辆车让我们感觉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一个一个开车的一个一个时代感啊 这种时代感呢是让我们摆脱了对这个油啊 石油啊 不管是柴油汽油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啊 啊 之前自从会开车起啊 自从见到汽车起就知道这个车啊 需要有汽油或者柴油才能够才能够驱动的啊 那直到这个特斯拉的出现啊 真正的改变了我们的这个汽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被能源的依赖性啊 所以说啊 我呢 个人的感觉就是啊 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是呢 越多的人加入到开这个啊 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呢 那我们就对这个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啊 环境的保护就可以奉献更多的一份力量啊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啊 开这个视频来跟大家讨论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车情况的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交流啊 那我自从上次第一次的视频发了以后啊 有好多的 我都有好多的陌生的朋友啊 也感谢你们啊 加了我的这个微信 然后我们也进一步的在这里聊了 还有我的很多的亲爱的朋友们呢 也是纷纷的跟我打电话来讨论 哎 我的下一辆车 他们的下一辆车是不是应该要改成特斯拉了啊 特别几位好朋友都已经跟我表态 真的是要改成特斯拉了啊 那虽然灵智 Lexus的车是非常的好啊 但是呢 跟我们特斯跟这个特斯拉相比啊 最关键的我个人的觉得就是在这个能源啊 对这个汽油的这个依赖性方面彻底的摆脱了啊 至于充电方面啊 唯一比较有遗憾的是温哥华的Supercharger Supercharged的这个station啊 快充站相对来说比较少 原先我还觉得是免费的 后来年初一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去了啊 然后呃那个Tony我们家的这个这个小亲戚Tony就发帮我去看了一下啊 原来要钱的啊 一个小时是两块钱啊 在这个Metrotown的这个P1有几个这个charging station 想想看其实两块钱也不算什么 大家说是不是 两块钱买一杯星巴克的咖啡啊 都还不够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充一个小时两块钱 其实比这个这个现在的高高昂的油价来说真的不算什么啊 两块钱才能够加到一升多一点点的这个油啊 但是这个快充啊 确实可以据说可以充充一次啊 快充一个小时可以啊 可以多个好像是50公里啊 这个我本人要到时候现实的去充一次 然后再跟大家做一些更具体的分享啊 这个是有关充电方面啊 希望特斯拉能够在加拿大 特别是这些大城市范围 我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些充电的地方啊 能够特别是这种快充站 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多的方便 也为将来加入特斯拉这个驾驶大军的人呢 提供更多的吸引力啊 这个是我本人其实特别想跟特斯拉啊 跟伊隆这个马斯克啊 也能够呼吁呼吁吧 给我们住在加拿大的这个人民呢 带来更多的一些便捷 好 因为我看了在美国的这个 supercharged station是非常的密集啊 非常的方便 不知道为什么加拿大老是慢了好几拍啊 这一点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我们这里地广人稀有关系啊 还是跟这里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还有这些这个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数量还太少了有关系啊 但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都能够得到改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开启电动车啊 不仅仅是特斯拉 开启其他的电动车 我们也会觉得更加的方便 对不对啊 有的时候出门啊 这个随时啊 没有电了 或者在家里忘了充电的时候呢 出门呢 你都可以找到这些快充电了 快充站呢 就非常的方便了 好 加上我们的推荐码 哎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请记得点赞 然后加上这个订阅啊 然后下面的小铃铛也麻烦帮我点一下吧 好不好啊 这个本人也讲的有点口干舌燥 好 你们的点赞呢 也是对我本人的一个最大的鼓励了 下一期的话呢 我会再详细的跟大家讲 这个我们我的这个特斯拉Model Y 这个到来之前 我到底买了一些什么配件 哪一些配件是有用的 哪一些配件呢 可能没有对大家来说 没有太大的用途的 我会跟大家细细的到来 好吗 好的 今天的这个呢 这一期呢 我们就做到这里了 跟大家郑重的再推荐一下 我们的这个Atmosphere的这个空气机啊 车载空气机绝对是一级的 一级棒 没有这个呢 真的是车里面的这个新车的异味会比较重 有了这个呢 整个空气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在车里面啊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我们的这个车载的Atmosphere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